拍摄教戏他们真睡住了!陈伟霆满足,黄子涛被抬出去,心疼赵丽颖。 明星们其实真的很不容易,一年365天工作排得满满荡荡,连休息的时候都几乎没有,所以只要有空无论是化妆、拍戏,后期他们随时随地走到哪儿都能睡住,就像前阵子在剧组拍戏的一阳千玺,趁住泡脚的时候就小咪了一会儿。 林允在微博晒出几张自己不是蹲在地上睡住,就是累得躺在休息室的椅子上睡觉的照片,并安慰自己,真好,我有拍不完的广告,一点也不累。 赵丽颖也是在机场正排驻队呢?转眼就站住睡住了,旁人叫了好几声都没有得到回应,从侧面一看原来是睡住了,惹得粉丝心疼不已,直呼让他给自己放放假,不要这么辛苦。 由于拍戏时为了赶进度,连续工作时几个小时不休息,大夜戏都是常有的事,因此有时候实在太累了的他们在拍睡觉的戏时就真的睡住了。 虽然有些哭笑不得,但同时也为他们感到心酸。 赵丽颖是个非常敬业的人,对自己要求又特别高,每一场打戏基本能上的都是亲自上,每部戏他都尽心尽力,有时候在拍睡觉戏的时候他看起来非常安详自然, 因为他是真的睡住了,在拍错点鸳鸯的时候他就连睡觉也睁住眼睛。 要说最搞笑的不得不提在拍听见你的声音时,李中硕饰演的朴秀和在医院对昏迷中的张慧星,李宝英,说悄悄话,结果在李中硕的表演结束后,李宝英仍一动不动,原来他真的睡住了,估计还有点热,他边睡边把衣白网上的声音。 拍完后,大家都被熟睡的李宝英都笑了,一旁与他对戏的李中硕更是露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。 虽然很想让他继续睡下去,但戏还要拍,李中硕只好动作轻轻地把他给拉起来,当时李宝英眼睛都还处于完全争不开的状态。 拍男房有巧目一场陈伟廷夜宿白百合家的戏份,早上起来后白百合一直叫不醒他,原来他是真的睡住了,直到工作人员来喊他,他才惊醒过来,刚睡醒的宝宝看起来吵极撩人的。 独孤天下 独孤天下也刚播完,在16年安逸轩就增发薄吐槽在剧中饰演宇文护的徐正熙,他称徐正熙是他拍戏十几年下来遇到最夸张的,基本是吃饱就犯困。 当时安逸轩正与他的请笛宇文遇在前面喝住浇杯酒呢,他倒好在独孤般弱的心房床上睡住了,关键他睡觉的时候还不把眼睛全部闭上,差点把他给吓坏了。 后来他们到床上拍的时候,徐正熙就跑到地上睡得一脸香甜,这还是剧中那个霸气深情的宇文护吗?感觉好出戏。 最服气的是周百豪在拍电影《原谅他77次》时有一场和阿萨激烈缠绵的床戏,由于周百豪和阿萨一直在赶进度没有时间休息,又因患上感冒身体不适。 在拍这场戏的时候周百豪竟然一沾床就睡住了,因为视野里排在等级位的时候阿萨也不小心睡住了,于是就酿造了这场最尴尬的床戏,两个演员,纷纷睡住在床上。 黄晓明的演技时好是坏,在拍《狼牙榜2》的时候演技就全程在线,得到很多观众认可,在拍这部戏时他可过得没那么轻松,因为当时正好是冬天,他为了减肥天天吃生菜叶子,浑身都没力气了还要拍大量的打戏, 把他折腾得够呛。 后来他饰演的萧萍章遭人暗算,胸口中了一剑,饰演女医者的张慧文去给他把剑,结果当时黄晓明太累了直接躺在床上呼呼大睡,任由其他演员在他身上胡乱折腾。 电影《夏天19岁的肖像》是黄晓涛主演的第一部电影,他的饮评初吻和第一次床戏都贡献给了这部电影,虽然是第一次拍吻戏但涛涛表现得像个老司机,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坦然回应称,吻戏还行吧,一上来就心。 有记者问他拍门戏真的不害羞吗?滔滔回应得更加理所当然了,亲嘴有什么可害羞的啊? 在戏里我是康乔,我能够亲我爱的人,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,我绝对会毫不犹豫地亲上去,因为康乔很爱夏莹莹。 虽然拍吻戏滔滔没什么问题,但对于床戏就有些小羞涩了,于是在开拍前他和女主都是先喝了酒,他喝了一整瓶的威士忌,而杨采玉只喝了点moji item。 两人是在都喝了酒的状态下完成的这场戏。 最有趣的是,拍完中间一段他就不小心睡住了,后来导演韩卡,直接被工作人员把他给抬了出去。